中国和澳大利亚最近公布的数据结果都不是很理想 这很可能影响到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 即将与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日本三菱银行的李哈德曼 李欢迎你来到多高斯贝电视 中国9月份的制造业PMI数据已经发布 与上个月持平 略好于预期的数据 您对此有何看法呢 通过中国第三季度的制造业PMI数据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相关情况 中国的经济已经失去了增长的动力 中国9月份制造业PMI指数持平于51.1% 这是让我们感到担忧的数据 其中采购量指数为51.2% 比上月回落了0.7个百分点 这个就是经济减速的重要原因 澳大利亚的情况也是与中国类似的 经济处于下行的状态下 由于整体的经济不是很景气 从而导致澳元也走低 澳大利亚的商品及服务贸易收支数据 也在今天公布 8月的贸易逆差达到了7.87亿美元 出口下降了2个百分点 进口下降了3个百分点 这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起来似乎商品及服务贸易支出 澳大利亚第三季度的经济总量 有着积极的贡献 其中出口较上月增长了1%左右 但是目前的问题是 出口商品的价格在不断地走低 国际贸易价格指数中 出口价格下降了7.9% 包括重金属在内 我们需要观察下个月的出口商品价格的走势 不过就目前来讲 澳大利亚的出口表现 还是处于一个很弱的位置 所以在未来几周 我们还是要持续地观察一下 现在让我们来展望一下 即将在周五公布的 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那么您认为香港的游行 会对其造成一些影响吗 香港的占中运动 截止到今天为止 已经举行了一个星期了 由于出于对新一届政府候选人的不满 大批的人群聚集到香港中环附近进行抗议 目前来讲 我并没有看出 此次活动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任何的影响 而政府采取的措施是不干涉 除非场面出现不可控制的因素和暴力 中国政府才会出面干涉 但是此次的活动也说明 政治因素中存在着不安定的因素 所以说在未来 可能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 谢谢你 李 感谢您的参与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请持续关注多高斯贝电视为您带来的更新 我们下次见